29日上午10時12分 南京消防部門接到報案稱 位於古樓區建陵路2號金城百貨商場起火 消防人員到達現場後疏散商場內的人群 其後從常州、揚州和無石三地 調派消防人員參與救援 火勢直到第二天上午6時才受控制 距離火牆數十公尺外 有大批民眾在這裡排隊接受核酸檢測 很多人用手機拍攝火災的影片 被工作人員阻止 同時有影片顯示 以此官員的私家車停在道路中間 妨礙消防車進入現場救火 有現場的市民表示 火災造成巨大的損失 起火原因正在調查中